思念煎熬 天安門父親自毅死熊 香港 仍然可以走上街頭 為六四死難者 爭取平反的一日 但在內地 只能默北作聲 在心內 偷偷地為他們飲入 天安門母親群體裡 一位成員 他的名字叫做 澤偉林 他的兒子 是澤愛國 他的兒子在二十三年前 一位參與 八九民運 而是被 槍殺 澤偉林在六四二十三周年前職 敵不過對兒子的思念 在長期的悲痛和抑壓之下 最終上吊身亡 他上個星期四離家出走 一日之後 家人發現 他在工作單位的地下車庫上吊 二十三年來 一眾天安門父母親 無懼打壓 無懼迫害 誓要為子女追究屠城責任 圍傷張震俠說 他連續兩晚夢見的兒子 難忍思念的悲痛 最終寫下圍書 我的兒子被打死 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 中國政府還是不聞不問 我以死抗爭 絕望令他走上不歸路 絕望令他丟下愛他的人 絕望令他沒有機會見到平反的一日 絕望令大家知道 一幫天安門家父母親不可以再等了 等待平反的日子 已經有二十八人先後病故 舊冤未了 又添新葉 天安門母親就發表副告 說習慧臨以死抗爭當局的殘忍和無盜 呼籲他們早日解決問題 不要要悲劇再次發生 逼於壓力 他的遺體 昨天早上已經在北京被匆匆火化 煎熬抑除火光 燕燒雲散